大家好,歡迎來到排位超人的環節,世榮又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跟大家說一下,馬10場那麼多,但又有泥地在裏面3場 大家未必有時間去看完 在這個環節中會用堅制APP,粗略地看看哪些馬房有機會有攻勢 也找一些你經常很少見的騎士,有騎超過4場華以上 我經常都說,肯有好東西給他 如果全部豬頭骨,你作為騎士,會否答應那個連馬師騎完 你自己都有機會馬可能答應了人騎 尤其是大師傅,這個情況會更加明顯 所以會在這個環節中用堅制APP帶給大家看 大家也可以下載來玩玩 未講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有一顆四星龍珠,按下去就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這次有什麼騎練組合大家要留意 巴道一向審習成找的橙色那個,見不見大家 找他其實三隻,很正常的,沒什麼特別 潘頓蠻雜色的,容天鵬、呂健威、賀賢、告冬妮、蘇寶羅 羅富泉都會讓有些,好像西炒飯一樣 見到何宅堯這次不是呂健威三個 羅富泉找他其實三隻 夢想成金,一向都找他騎開的 現在看看減夠這些分成熟可不可以再得 魅麗滿滿,和羅露醒 羅露醒跑千八就得,不知道這些路程可不可以 三班千六到時看看 另外呢,有三隻,找到同一個騎士 都還有莫雷拉,蔡約翰益他三隻 但是蔡約翰益波這件事,經常都說超過四隻 這隻肯有好東西的,剛剛衰蠻的也有隻飛凡 波這件事,怎麼都會有些優勝 或者有機會的冷門讓他試試 見到波這件事,蔡汗益他其實五隻 所以大家都不要留意,不要錯過了 後面見到希威森,韋達給四隻 他肯有好東西的,四隻那麼多 希威森實好,實冷的 大家都知道這些騎士會好分 以前他沒有什麼技術,現在進步了一點 沒有連達文進步得那麼厲害 但是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偉大些機會馬 趁不是用這個阿佳仔的時候 不是用周俊諾的時候 大家都留意一下希威森 或者是波這件事幫蔡汗旗的馬 看是哪些OK 好啦,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bye 字幕志願 不要再閉 Sabb